先跟大家公布一下 今天有關於疫情的狀況 那今天本土依然是這個0本土案例 境外移入的部分有12例 死亡個案有1例 那我們是從9月31日到現在有9天是0本土 12個境外移入的部分是涵蓋 7位男性 5位女性 那年齡世界在10多歲到60多 歲的部分 那其中美國有2例 馬來西亞 菲兵 各有一例 那緬甸有4例 英國 日本 印尼 也各各有一例 那其中有一例我們還在 做調查 在做完整的疫調 那今天死亡的這個個案是40多歲的女性 有慢性病史 還有 那也跟其他的確診者有所接觸 那6月24號是因為其他的這個原因來就醫 那6月30有出現喉嚨病症 院方安排採檢 7月2號確診 9月28號不幸來 那些離世 所以這個個案是這樣的一個狀況